美女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七月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醫師值班最害怕的 莫過於遺失太旺 常常會把自己累得半死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就要來談談 醫師值班會發生什麼事哦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聽故事 其實一向講求科學證據的醫師們 講的醫學是科學 但在醫院你們值班的時候 總會碰到一些各式各樣的 讓他們也不得不相信有玄學 八字比較易 當然不能開口講 但是他們自己也會很相信的 有時候為什麼很玄 變成有時候吃了鳳梨 芒果 是不是真的他們忙上忙下呢 甚至有人穿了這個球鞋之後 有的人值班可能生意很辛辱 有人值班一點生意都沒有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選學 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人值班好運旺旺來呢 那面格就很重要 像我名字叫寶仁嘛 而且所以我很早就決定要走婦產科 我媽就這樣 而且我自己又生兩個男生 所以坊間謠傳說來找城堡人 很容易生男生 我有很多病人是說 他的朋友來找我也是生男生 可是我每次都在想一件事 其實你來找我之前 你的性別已經注定好 並不是我來幫你 對啊 那講到生男生女 其實在前幾年一直有一個 提出一個什麼小農女 搶救小農女專案 因為台灣的男女稍微失衡了 大概比例到1.08 你說男生多了喔 台灣男生多 就是大自然統計很合理 因為男生短命 男生短命陣亡率比較高 所以 對 這是真的 所以所有全世界的性別雄性 本來就是要略高一點 但自然比例應該1.05 就每100個要多5個 UV庫存了 掛掉的 但是在台灣是 大概到1.08 所以在國間局 他就統計就覺得 欸 這個有鬼 一定有人 這個 下手 下手就覺得說我們婦產科醫師下手 那就像之前有過一個案例嘛 就是說 生太多男生 就被約談 其實 不瞞大家說 我第一次也真的被約談 那個月呢 我連續生了16個男生 連續 隔兩個月就被約談 然後約談的人來就是 第一個 欸 陳醫師 請問你 為什麼生那麼多男寶寶 我回答他 我怎麼知道 又來就確認了 第二個 請問你什麼時候知道 他可能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說到門診才知道 結果問的人就說為什麼 我說廢話 他在家裡我怎麼知道 照超音波才知道 對啊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真的很火大 那時候真的要跟他們吵架 而且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我們婦產科 基本上是進出口業 不是製造業 對 製造業不是我們 我們負責把它好好的包裝下來 出了那個口 然後報給你 這是我們的責任 那次被約談 我覺得很火大 因為我是當主任 我就說把過去一年的統計值拉出來 因為後來我們科連續三個人被約談 我們一整年 其實我們醫院的 女嬰生的是比男嬰還多 那這個數據給他看 他就沒話交了 他才不會來 考完試他不會再來找我 反正後來就交差了試 這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跟補習班 他通常只公布他考上的名單 不會公布他沒考上的名單 是一樣 他只抓他要數字 其實像我們醫院 其實我們自己在身上 女嬰好像有多一點 統計值也是 那第二個呢 那這陣子 我這個專生男嬰的招牌又出來 我1月10號我都還記得 那一天呢 我們醫院總共生了16個 那因為我們醫院是值班次 那生的人那個就負責全天 我就一直生一直生 生到後來 忽然我護理人員跟我說 欸院長 我們的包布不夠了 因為我們是男包 男生包布跟女生包布是分開 男生是藍色的 女生是粉紅色的 他說奇怪 怎麼會不太夠 他說 連續生了10個男生 對啊 就那16個有15個男生 其實女生比較長命 在我們西市上 那個學理是 早就已經被研究得滿透徹的 你看那個如果是重大車禍 男生跟女生重在一起 兩個受傷一樣重 幾乎 女生的死亡率 永遠遠的低於男生 就存活下來 對 為什麼 因為女生的荷爾蒙 加上女生的荷爾蒙接受體 就是一個很強的 讓細胞再活下去的因子 真的喔 對 所以女生的生命 原來是內臟脂肪的問題 不是 女生的生命 真的遠遠遠強於男生 真的 那就是像我自己也是屬於 比較會 比較旺的體質 所以我已經好幾年 沒有吃鳳梨跟芒果了 就覺得對 就是不敢吃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之前 也是RUN到婦產課的時候 因為佳克也要去RUN婦產課 然後我們RUN到婦產課的時候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每個月大概 以我們醫院來講 每個月平均大概是200 生200個就算多了 所以換算起來 大概一天如果生到7、8個 就是算旺 然後我只要每次值班 一定又生7、8個 後來結果我發現 我還不是最旺的 就是我有一個同事 他在我下一個月去 然後他 一天沒有生超過10個以下的 他有一天還生到快20個 所以你生到快20個 就是你等於每個小時 就會有個產婦要進來 那一個月好像後來 據我了解 就剩了300個 所以啊 我們產課主任就很開心 他就去 因為我們只要剩超過200個 產課主任就會買蛋糕 然後呢 因為他那個月生了300個 所以他蛋糕超大的 然後請我這個同事回去吃蛋糕 這樣子 然後一直說服 他說你要不要改走產課啊 因為 就是你業績還不錯這樣 這奇葩 對啊 然後他就忘到喔 他只是走進去產房吃蛋糕而已喔 後面就一個產婦來 然後就說他破水了 然後就說 所以他踢了 剛才就是他進來吃蛋糕 他就產不跟著走進來這樣 所以他真的是北航的旺 然後後來最近我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旺 因為他 後來走什麼科 他加一科啊 所以他的門診患者也非常多 對 產婦都是好消息的啊 對 那病人都是好的嗎 沒錯 對啊 你這什麼意思 這個 我就看你今天要怎麼講 外科 沒有我認識一個朋友 問他不是這樣寫啊 問他不是寫說 我是迷信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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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巧克力給我啊 對 江醫師在醫生界來講 真的算帥的 對 真的啦 真的啦 對啊 就是拜瓜哥這次嘛 後來又好 又幽默 又幽默 沒有啦 但是也不能講陶阿旺 就是我在基隆嘛 你說從桃園上來那個都還好 中南部上來其實有點遠了 不過其實最近都常常會見到 從國外回來的病人 哇 本事比我們還多 本事團關注他的人比我們還多 沒有 其實最近這幾個就是 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如果今天病人來 他是真的有一個毛病 要我們幫忙 其實我們都還蠻好講的 其實我們怕很病人來 都跟我們講他那種 已經十幾二十年的老毛病 其實你就算來找我 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 對 簽證就有兩個病人 一個是從美國 一個從加拿大回來 回來之前其實都有先 都有先LINE給我 跟我說他們想要回來 就是排一些什麼檢查檢查 所以他們的背部都很疼痛 他們常常看這個節目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 好像在美國他們 小耳朵他們都看得到 他就說 被我們講一講 他們都很怕他們是 什麼癌症轉移啊 就通通都跑回來 有兩個人來的時候 我就幫他們照X光嘛 就照X光之後 怎麼看都除了古次之後 我才看不出來還有什麼東西 當然古次你長期沒有去復健 你常常姿勢不振 你當然會腰痠背痛啊 可是因為人家從國外回來 你知道嗎 你就照X光 做得跟人家醫生一樣 就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就硬著頭皮給他做了核子共振 就做完還是沒事嘛 就也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 因為其實該講的 其實他們在美國 或在加拿大醫生 都跟他講過了嘛 我跟他講說 還是要做復健啊 對 就剛才去推薦他做復健嘛 他就說 那做復健要做多久 我就想說 你也不可能在我這邊做復健 復健要做半年 你是不用回國了 其實還有幾個比較誇張的 有一個是從馬來西亞過來的 他是一個很大的子宮肌流 子宮肌流 子宮肌流 就是在找副長科嗎 對 他就跑來找我 他是一個很大的子宮肌流 然後就還把那片子給我看 也把那外國的那個 整個病例都拿給我看 然後他說那邊的副長科醫師 建議他開刀 那子宮肌流十幾公分 而且他每次月經量都非常非常多 還照著那已經這麼貧血 我說對 他這個要開刀啊 他說你也認為要開刀嗎 我說對 我雖然不是個副長科醫師 但是我知道這個是要開刀的 你趕快回去那個馬來西亞開 他就問我兩件事 他說那我就放心了 我說幹嘛 他說我就是要聽你心口告訴我 這個是必要開刀的 我等一下要開刀 後來就回到馬來西亞去開了 因為我跟他說我真的不會開子宮肌流 他本來是說 我可不可以幫他開子宮肌流 那為什麼不介紹給華人醫師 沒有 我想說他是 他沒有健保啊 對啊 他說馬來西亞他便沒有健保 我覺得他在那邊也有資源 他有一個變成他是從 台灣自費比較便宜 不知道 他有一個人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他是一個女房的纖維線流 然後我幫他開完刀之後 因為那個其實很簡單嘛 就在門診開刀開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六個月之後 可能要再做超音波幫你檢查一次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那六個月之後 他可以回來這邊檢查嗎 我就說你住國外這樣方便嗎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先幫我預約 我說好我幫你預約 就打一張 就幫他掛了那個半年之後 再看那個時間有沒有 他就拿那個手機 開始訂半年以後的機 哇 好幸福 所以你那些什麼 Running Man的韓國明星見面會算什麼 我們有開刀會 這樣子我強烈建議我們這個本台 應該要辦我們衣室啊 跟所有粉絲的 粉絲的 進化的見面會 對 讓大家可以諮詢一下 對 你跟自己偶像見面 親口聽他說出我的病情是怎樣 我等著幸福喔 這個人蠻為患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不然我要寫聽一下 對 我本來不要講這個 是他們叫我講的 你說哪個馬來西亞那個 不是 我本來要講其他醫生很旺的故事對不對 不然他們說 你們醫院裡面 要講你自己的 不是他們說你們醫院 你有沒有遇到過一些明星醫生 然後人家一進來就是找他簽名啊 像鄭醫生那樣子 我說明星醫生 不過這個是事實 對 不過醫生的長相 真的是真的很重要 他給人家的感覺也很重要 譬如說 陳醫師跟江醫師其實都是 外貌都穿得非常非常的這個 哪個 哪個 語色 有的人看起來醫術就是很厲害 詩窮 中正好好講喔 後面要問你 我昨天才有一個 他必然跟我說陳醫師 他也是激流啦 特別找來找我看 但是他找我的原因是什麼 陳醫師 以前都是說 我看你就覺得很值得信賴 對 那天他講的比較特別 他說 我在節目上看到你 我覺得你透露出母愛的光輝 然後你母親一定長得很好 所以我後來回去一直照鏡子 母愛的光輝 我後來很認真 不是像爸爸嗎 沒有耶 都母愛的光輝 害我很不好意思耶 這是新的形容詞 但是因為醫師散發出來的溫暖 對 跟關懷 病人會覺得特別安心 而且會讓你不害怕 不是最主要透過我們節目很輕鬆的聊 所以大家對醫師就沒有存在的 就不會那麼害怕 像我之前就是很怕看那個牙醫 很多人都超怕 非常怕 因為聽到那嘰嘰的聲音 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一個那個女醫師 一定是美女 真的是美女 真的是美女 她美女就算了 她的聲音還很好聽 她說接下來這邊稍微會有一點點麻麻的喔 這樣很輕聲細語的跟你講 就突然你會覺得 哇 是一種享受你知道嗎 不痛啦 真的是不痛 不是問題牙醫師他們在看診 她一定有戴口罩啊 對有戴口罩 她口罩會拿下來 我跟妳講 你有看過拿下來 戴口罩才有神秘感 口罩迷人 真的耶 太漂亮了 眼睛很漂亮 真的 很多小姐戴口罩看起來很漂亮 拿下來就還好 對 不是啊 不要再講喔 真的 你又去醫院的時候 你看那個護士戴口罩的時候 哇 美女 真的 真的 隨日本人就有戴口罩 你看 林萍像多正 你看 真的很正啊 你看 真的很正啊 真的很正啊 謝謝 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桃花非常的旺這樣子 然後應該說是 有一種氣息喔 他就很容易電暈所有的人 所以我們大家都給他私底下取一個 綽號叫皮卡丘這樣 他大概從急診幫人家代班一下回來 都可以拿到那個病人 遞給他的電話或是賣這樣 哇 所以他自己好像 他本身是長得蠻帥的 可是我覺得他一定有某一種氣息 講話的時候特別溫柔啊 那男同事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常常也收到他很多好處 就是他會拿到很多病人的禮物 或分享給我們這樣 可是這也是有麻煩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這麼的桃花 所以他也有很多緋聞 他太太就很擔心 所以他有時候半夜開刀的時候 他太太就會打電話來查勤 通常第一個就會打給我們這些同事 他不會直接打給他 然後就問說他是不是在刀台上 到半夜他是不是人不見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他常常就不見了 但是有時候為了家庭和諧 我們自己也在開刀 我們也很忙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 有有有他剛剛在開刀房 我們有看到他 然後最囧的一次就是 我們有想Cover他 然後他太太打來 我們就說 對對對他在刀台上這樣 結果我們就聽到 電話那邊有擴音嘛 叫他開門的聲音說我回來 然後馬上不要扛了 第二天我們大家都不敢面對他 等一下你們都偏離主題 我們 我們遇到哪些人值班好運 好運慌慌來 從你見過應該開始偏 沒有 好運慌慌來 我心裡想 你們講的說我拿錯板子 沒有 好運慌慌來 你講的自己 多逼人都有感情 我想你喜歡我 都被江醫師歪樓了 我們應該要導證一下大家 我這邊提到的真的是 就是涼爽系的醫師 對真的運氣非常好 其實我們急診看診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調醫師 我們同時的內科診 是假設有三個醫師在看診 你第一個來就是給第一個醫師看 你第二個來就是給第二個 你第三個來就是給第三個 理論上你病人手上 三個醫師的嚴重程度 應該是要一樣的 可是我們就是會有醫師 就是特別 他那種體質不知道怎麼了 他的病人就會特別的 病情會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治療這樣子 所以大家的比例就會很懸殊 他的病人可能都是感冒 都是年輕人 可能打個針就回家了 那其他的病人來了就是老人家 不然就是病況很嚴重 你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鑑別診斷 或是那個病人可能 病情不好都需要住院 對嘛 這個才是致進入主題 而且我現在知道 因為我每一次 因為我注目假嘛 所以我都是晚上就咳到不行 我就去外房 我都掛急診的 可是我幾乎去了三次 我記得好像三次 都是同一個醫生耶 所以他就是兩手機 你跟他有緣啊 他是你的真命天子 我講真的 他戴口罩真的蠻帥的 但我不好意思說 你可以拉下來就看嘛 我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 所以其實 其他醫師就很慘 那有一次我真的看不過去 因為他病人真的很少 我的病人非常的多 病況又非常的糟 我就跑過去跟那個學長說 學長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我們很累啊 然後你那一區就是 大家都在 就是可以比較輕鬆 可以跟病人聊天啊 就比較輕鬆 我們就說你這樣很累啊 我跟他抱怨完 我回去一坐下來 就發現我們又被掛病了 我以為我出孕了 因為我去那邊 沾了一下他的好孕之後 我被掛了兩個年輕人 他被掛了兩個老人家 那我一看年輕人 一個皮膚過敏 皮疹 另外一個主數是感冒 我心裡就窃息了 他掛了兩個老人家 都是七十歲起跳的這樣 結果 結果 我一問診我自己又傻眼 他那兩個老人家 一個是 鼻胃管滑脫 一來把鼻胃管滑脫 另外一個老人家來的是 是 因為 尿不出來 所以 結果我的皮疹是 藥物過敏 他發生了 症候群 皮膚黏膜整個都潰爛掉 然後 蜜龍桿菌 結果很嚴重 我把他弄住院 那另外一個感冒的年輕人來 就跟我說 醫師我好喘 他真的很喘 因為他心肌炎 心臟整個幾乎都不太跳動 我整個就殺人 兩個也都是 弄了很久之後才去住院 所以我從此又真的相信命格這種 他說我相信 一定不是一輩子都這樣 可能是這個月份 終於斷一斷的 我們外科系的 比如說你剛生主治醫師的人 其實 在你以前住院醫師的時候 你並沒有所謂的業績壓力 就是跟主治醫師嘛 主治醫師有病人你就照顧 主治醫師那個月病人比較少 其實你就賺不到 你就涼涼嘛 可是當你自己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你如果一直涼 你就會心就會很慌了 因為你的薪水就會很難看 像很多那種主治醫師 他剛生上來 他們常常在西亞那年結婚 結婚完之後就生主治醫師嘛 那生主治醫師之後 可能通常第一個孩子就出來了 因為他差不多結婚一年之後 第二個孩子就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他們也會買房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 第一年的主治醫師 第二年的主治醫師 他們的經濟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可是那種主治醫師通常的 income 都還蠻低的 因為他們其實還沒有名氣 所以並不會有任何的病人 去門診找他們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他們的病人來源 都要來自於急診 因為急診的病人 他不能夠挑個案子 他不能挑主治醫師 你今天來是我值班 你盲長眼就是我開啊 可是就有一些主治醫師 他就是很倒楣 我們平常 像我們那家醫院 一般來講 Average來看的話 一個外科醫師去值班 值一天的話 大家都可以收到六到七個病人 大家可以開四到五台的大火 可是只要每次輪到這個主治醫師 他大概就是收一到兩個病人 而且常常都沒有到 而且連續兩三個月 通通都是這樣子 很慘喔 他很努力喔 你看他中午的時候 我看他都是吃便當 他還幫他準備便當 因為比較便宜嘛 他就可能拿微波爐醬之類的就吃 然後中午說 水果一定是鳳梨 他飲料 他只喝每日新 希望能夠更多 他就是希望能夠這樣子 對 就這樣一直搞搞搞了好幾個月 還是沒長進喔 就是這樣都很慘 因為像有時候 他那時候還是說 因為他常常都吃禮拜四 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禮拜四 就比較少病人 後來我們想說 那你不要吃禮拜四 改一天 就改一改 沒有用 很習慣 他只要值班 就風明浪靜 直到有一次他終於轉運了 他有一次就跟到一個 我們後來 因為我們住院醫師 大概兩三個月就要換醫師 兩三個月就換醫師 結果他跟到一個超旺住院醫師 那個住院醫師就只要一直班 一整個晚上都會有七八個來幫上演 後來他有一次遇到那個住院醫師 當然我這樣開了七八個 他就非常非常的高興 然後他就跑去跟那個秘書講說 以後可不可以把我的班都跟他排在一起 就只要我值班 他就換那個住院醫師值班 有些人值班 手氣超不順 我就舉我以前在的醫學中心 我以前的老師 他只要連續遇到狀況 像他那時候莫名其妙 那一陣子好幾個連續的大出血 怪怪的 子宮頸有時候裂一道炎 莫名其妙出血出很久 搞得幾乎子宮要切掉 甚至人都掛掉 所以他只要一出這種大事情 莫名其妙跟我們的醫療技術無關的 他很快就停診一個禮拜出國 他跟我說 陳巴仁跟你講 人如果沒有孫的時候 就要出國 暫時回避一下 轉一下 真的 他就是請假一個禮拜就出國 回來通常就沒事了 那我們前陣子 像我現在心在醫院 也前陣子 莫名其妙 有一次有一個子宮頸的刀 那個刀開得很好 那個意思開得很好 因為我在現場看 我說開得真漂亮 開完準備梳醒的時候 突然CPR 病人沒心跳 那把這顆醫師嚇死了 一堆人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趕快緊急處理 因為子宮頸有一個風險 叫做酸塞 這個酸塞有時候無法避免 他都已經手術結束 才一個小時不到 莫名其妙沒心跳 就趕快緊急壓 送到附近醫學中心 後來再交病 還裝上葉克膜 再交病房躺了一個月 三個禮拜左右 整體一個多月才出來 隔幾天又一個 B型肝炎 他在生產前兩個禮拜 我們還抽肝功能的正常 陸院就覺得臉比較黃一點點 可是因為已經陸院要帶產 我們就先生完 隔天一抽 肝功能指數好高 500多 500多 但他人沒什麼不舒服 他只是覺得比較累 可是莫名其妙 不要到500多 兩個禮拜前正常 又有B型肝炎 我們還是很擔心猛爆性肝炎 結果果然我們就 有點扮強迫性的 拜託他轉到醫學中心去 去做治療 因為萬一一扮猛爆性 那是很危險 後面要做一大堆治療 結果還真的